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的出生人口将从2043年左右开始下降 那时死亡人数将超过出生人数 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 在那之后美国所有的人口增长将只会来自移民 但是问题已经出现了 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说 在未来十年的过程中 移民占预计人口总增长的四分之三左右 大约在2032年之后 移民占新生儿的比例会更高 这很重要 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项就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稳定性 这些项目是依赖于美国有足够的劳动年龄人口 那坦白的说呢 这个年龄段的人是越多越好的 然而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说 从现在到2052年 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 将是处于黄金工作年龄 也就是25至50岁人口增长速度的6倍 在接下来的10年里 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 这个数字将以每年20倍的速度增长 因为它预计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的 美国人数量几乎不会涨了 美国社会保障局预测社保基金 将在2035年耗尽现金 2005年的时候 每5个黄金年龄的工人 是对应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那到2030年 这一比率将低于3 并将从那时起开始稳步下降 那如此严重的情况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更重要的是 美国能对此做些什么呢 从哥伦布市中心出发 开15分钟的车 郊区突然被农地取代 穿过一片奇怪的大豆田 庞大的办公园区和孤独的教堂 拜登政府希望在世界上最大的 科技公司之一的帮助下 把美国变成一个微芯片制造中心 在今年3月的国勤资文演讲中 拜登将这片1000英亩的玉米结杆和农舍 称为了梦想之地 在3年内 他将拥有两家由英特尔运营的芯片工厂 总价值200亿美元 而且英特尔承诺说 他将再投资800亿美元 拜登的目的是防止再次出现芯片短缺 支持先进工业基础 并且从亚洲夺回数千个高端制造业岗位 但是即使拜登签署了超过520亿美元的激励法案 旨在吸引芯片制造商到美国来 但是这个梦想缺乏一个关键要素 就是一群小而关键的高技能工人群体 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令人不安的讽刺 为了实现回归高端美国的目标 美国必须吸引更多的外国工人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菲利普斯说 对于整个高科技产业 包括芯片产业来说 劳动力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简直是一场完美风暴 从电气工程到计算机科学 美国目前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 培养的博士和术士学物人才 不足以满足微芯片工厂的工作缺口 几十年来美国对STEM教育的投资不断下降 这意味着与大多数国际竞争对手相比 美国现在培养的本土出生的STEM高级学位 获得者是更少的 外国人包括许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 是一直在填补这一空缺 但是令人困惑和不合时宜的移民政度 签证处理的历史积压 以及日益高涨的反移民情绪 在需要新一波移民潮的时候 阻断了外国STEM人才的流动 STEM是这些高级技术人才的移民缩写 两党中有权势的成员都已经诊断出了问题所在 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一直受到移民政治的阻碍 因为少数议员有这个权力阻碍改革 很少人愿意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冒险去实现 而随着吸引全球芯片公司的窗口期已经开始关闭了 越来越多的人警告美国国会说 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员工 等待绿卡的时间越来越长 英特尔员工政策主管沙互联表示 在某种程度上 吸引和留住人才将更加困难 你会看到更多这类职位被转移到了海外 那微芯片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断变化的是这些芯片的功能和普及性 研究人员可以在芯片上放置的晶体管数量 大约每两年翻一翻 这一现象被称为了摩尔定律 芯片的发展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繁荣 自然以后一切都在加速发展 与之前的化石燃料一样 任何控制芯片生产的国家 在全球舞台上都有有关键优势 那直到最近 美国还是这些优秀的国家之一 但是虽然芯片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是在美国进行的 但是生产能力已经急剧下降了 世界上只有12%的微芯片是在美国生产的 较1990年的37%有明显下降 那如果排除了晶体管兼具更大的传统芯片 这一比例还是在进一步下降 因为绝大多数尖端芯片都是在台湾地区制造的 到2020年郭卉山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了 2021年1月 议员们通过了美国芯片法案 那作为年度国防法案的一部分 该法案授权联邦政府为芯片制造商支付费用 这些补贴以及针对芯片行业的新税收抵免 最终是在7月底送到了拜登的办公桌上 然而同样是这些立法者 他们也在悄悄担心 如果没有足够的高技能STEM工人 再多的芯片补贴都会落空 他们指责国会未能抓住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多数官员都直言不讳 在俄亥俄哥伦布地区 根本达不到为两家微芯片工厂 配备技术工人的要求 更不要说计划中的八家工厂了 俄亥俄州共俄党副州长赫斯特德承认说 我们将需要一支STEM劳动力队伍 在全美各地 尤其是在芯片行业计划搬迁的地区 官员们都在担心明显缺乏熟练技术工人的问题 今年2月台积电以技术工人短缺为由 宣布将亚利桑那州新工厂的迁入日期推迟6个月 微芯片行业正处于全球重组之中 预计这一重组将持续10年的大部分时间 而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铺设红地毯的国家 欧洲 加拿大 日本和其他地区 也在争相吸引微芯片公司设厂 在短时间内组建出一支高效的STEM劳动力队伍 将是说服企业选择美国的关键 这在技术人员层面将是一个挑战 在大多数微芯片工厂 技工占员工总数的70% 但是这些工作只需要两年的学位 在6年的时间里 那持续的教育和招聘工作 可能会培养出足够多的STEM工人 至少可以维持工厂的运转 不过对于博士和硕士来说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博士和硕士学位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获得 那他们在工厂的劳动力中占比较小 但是至关重要 大约15%的工厂员工必须拥有材料和电器工程 计算机科学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 博士或硕士学位 在美国大学中 成功毕业并获得这些学位的学生 大部分是外国公民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毕业时 没有移民身份 无法在美国工作 也没有获得移民身份的明确途径 美国国家科学院会 今年早些时候估计 拥有高级STEM技能的学生中 在外国出生的学生比例是稳步上升 只多从美国大学获得高级STEM学位的外国人 也愿意留在美国工作 但是美国的移民体系 正在以创纪录的数量拒绝这些工人 目前有140多万技术移民滞留在绿卡积压中 仅比2020年150多万的历史高点略有下降 这当中82%的申请人来自印度 12%来自中国 芯片行业与华盛顿分享了对美国STEM劳动力不断下滑的焦虑 反复要求国会让高技能人才更容易留下来 但是与他们高调为补贴和税收减免而进行的游说不同 在谈及移民时他们做得非常低调 虽然芯片游说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 为什么520亿美元的财政激励措施是战略上的当务之急 但是他们直到最近才愿意公开讨论他们对移民问题的担忧 7月下旬 9家主要芯片公司计划向国会领导层发出一份公开信 警告称高技能STEM员工的短缺从未如此严重 并且他们敦促国会议员实施急需的立垮改革 不过这封信在最后一刻被撤回了 因为一些公司担心在错误的时间 卷入一场紧张的移民辩论 不过国家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今年5月40多名前官员向国会领导层派出了一名领导人 敦促他们巩固美国移民优势 他们写道有世界上最优秀的STEM人才在身边 美国将很难落入失败的境地 没有他官员美国将很难胜利 前官员们敦促议员采纳并通过众议院竞争力法案中的一线条款 取消拥有STEM博士或硕士学位外国公民获得绿卡的上限 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基金 建议共和党对移民的警惕不应该适用于这些高技能工人 国会大多数的共和党人也同意他的观点 德州参议员柯宁就表示支持高技能STEM工人移民 但是埃奥瓦州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斯利阻止了这项法案 格拉斯利认为为移民社区的一小部分人开后门 将虚弱今后进行全面移民改革的可能性 柯宁在7月中说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说服格拉斯利 他将这归咎于极右翼对任何放宽移民限制的条件反设置的愤怒 他说现在在这里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会给你带来麻烦 那鉴于这一现实很少有共和党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冒险 美国企业移民联盟实名表示 如果你看看国会党共全国参议院委员会 或者共和党总检察长协会发出的信息 你会发现他们说的都是边境边境边境 那即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不愿公开推进 为芯片博士人才提供合理签证的论点 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选举之前我不能说那些话 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坎特韦尔表示 他有时希望自己能把所有人摇醒 但是他认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现实最终将迫使国会 向高技能外国工人敞开大门 坎特韦尔说 但是我认为问题在于你是现在做还是等到十年后做 如果再等十年你会后悔的 好 感谢大家收看正在直播的纽约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些什么 李源说美国真的要玩了经济一团混乱 看来美国现在没工夫管闲事了先管好自己的经济吧 然后说应该放宽技术移民 现在美国的 其实可以谈到美国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现在有一部分专家在说 美国正在处于经济衰退期 但其实这个是有争议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确实这个GDP 然后经济在收缩 但其实美国现在是处于技术上的衰退 它其实现实中它并没有真正衰退 真正的衰退大家可以知道 在之前大萧条期间是这样的找不到工作 失业率非常的高 然后发不出工资 但其实现在情况下 现在情况是美国依然这个就业的机会是很大的 只有这个科技类的行业 他们是在大幅的裁员 那我们公司的其他节目也报过 像亚马逊啊 谷歌呀 特斯拉呀 包括推特这些都在大幅的裁员 这是只限于这个科技领域的 所以说现在美国它没有真正的说 处于真正的经济衰退期间 然后说美国应该放宽技术移民 所以说现在今天这个节目 其实主要讲的是这个美国的技术科技的这个大限 当然这个是专家说了 再过十年美国完蛋 就专家比较就是比较这个夸张一点 说再过十年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现在的科技 确实它并不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了 那从这个大型的科技公司在裁员 到现在的技术移民 美国它自己培养不出来高科技的人才 那其实美国大部分的高科技人才是来自这个印度和中国的 如果大家可以看看这些谷歌大公司的员工的合照 大家可以发现这种有色人种是占了很大一部分的 那其实现实情况是在美国 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和美国出生的人 本科毕业就直接去工作了 其实在美国的这个高等学府里面 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 就是本科毕业直接去读这个硕士和博士的 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就是说不好你才去读这个硕士和博士生 大家这样可能和我们这个华人是相反的 华人是这个你因为优秀 你才会接着去读研究生和博士 但是美国人呢他们本科毕业就会着急去找工作 当然也有这个学贷啊 他们有贷款和这个比较早的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 但现实情况是这个大不大量的美国的这个STEM 特别是STEM 就是这个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和Mass 这一部分的人才是来自于这个其他的国家的 如果可以看到这些什么Business Analysis 这样商业数据分析 然后科技 这样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博士学位的这个班里面 大部分是有一半的人都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 然后Frylin说现在这个频道越来越像中国国内40年前就说美国要完蛋了 然后说如果美国完蛋那么世界局势是个什么样子呢 然后说要扫除学术间谍没有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美国的就业机会才会提高 其实现在它不是就业机会问题 美国是有就业机会的 美国是缺人 这个还要再讲回现在这个芯片问题 在之前的在这周的那个时间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佩洛西访台 然后是拿着这个芯片的法案的前去的 那现在呢就是亚利桑那招有建厂嘛 那建厂的话 他建厂就是你给了这个不管是给英特尔还是给台积舰 你给他钱他去建厂 但是依然你需要需要最重要的核心是需要人去把这个厂子给他支撑起来 但问题是现在这个没有这样的人才团队去支撑这样的产业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还真的有一个这个切身体会哈 我有个朋友 就他是今年一个博士毕业的是生物化学的博士 其实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从今年三月份他的论文答辩到现在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工作哈 已经是已经三个月 已经是这个五个月快半年过去 他是一直在找工作 当然他会挑会会有一些 他也是拒绝了一些offer 但是呢其实本质是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给他合适工资 并且能保证他就是会让他留下的一个公司 当然大家知道就是学生毕业之后会拿这个OPT先工作 然后去抽这个H1B 然后去抽这个然后再去申请绿卡嘛 但是这样的H1B你是要在这个lottery里面抽的 那许多其实高端的人才 他们如果说抽不到抽不到这样的H1B的话 他们的公司如果愿意的话 是可以给他们远程调到别的国家 然后再给他调回来的 但是呢目前没有公司愿意去给我这个朋友这样一个保证哈 所以说他到现在已经半年了 就没有找到工作还是蛮可惜的 然后玉影琵琶马上催布朗玉 我刚才说我今天戴眼镜我今天眼睛不太舒服哈 然后说美国人都会说混得很差才会继续 我朋友都有这么说的 其实这个是真的 而且说到这点我还想到了 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当时也是来美国多研究生嘛 然后我的教授一个非常非常nice 就是人真的很棒 然后教得也很好的教授 他当时跟我讲说他也是好心 他就说现在美国的营营政策太紧了 对我们不好哈 他说美国现在这样的把移民都排除在外了 高端人才不让进来 然后一些墨西哥啊这些的边境也锁了 他说那美国谁来干活呢 就是他当时说这话我就是震惊了 就是其实在美国本土人的 感觉在他们的这个想法里就是 这个国家是真的是靠外国的人移民进来 进来干活的位置 事实也是这样哈 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 就是美国的纳税大户是中产中产阶级 美国干活的群体是这个外国移民哈 就是说拿了国内多少钱好处没有人给我钱哈 这个今天的文章来自于market watch 然后是市场分析专家写的哈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呃原理说如果真的高级人才公司抢着直接给办绿卡都可以不用H1B 确实其实如果说真的高级人才的话是完全是有可能留下来的 但是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杰出人才移民这样的呃非常好的签证 他其实是有硬指标的这也是啊国会的一些立法者在讲的说这些高端人才的绿卡限制哈 像这样的结束人才移民其实他们有个硬条件是你要工作满20年你才可以获得这样的人才移民的这个绿卡哈 所以说像这些呃非常严苛的硬条件限制是限制了这些移民人才的啊进入的 好我看到今天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在互动环节对本节目的支持 呃今天的服装来自于fashion no fashion nana collection北美女装品牌 感谢啊fashion nana collection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柚子如果您喜欢纽约节目的话请点赞关注评论或者转发 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移民美国百态人生 我还可不可以继续的坐下 被疫情困在了这里 我儿子就哭着说妈妈你不要走 我是东北人 我就这么样被忽悠就来了 开车到挺舒服 在中国工作压力比较大 我中大麻的门槛不高 在美国发大财不太容易 请与我们分享您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